大家好,Tri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西甲豪門王嘉馬得利將會與E甲豪門AC米蘭展開一場球會友誼賽 兩隊實力不相伯仲,上屆歐冠聯都殺入準決賽 雙方金唱交手激戰成和,不出奇 王嘉馬得利上季同失西甲冠軍,而且歐冠聯也止步四強,無緣衛免 之前西甲和歐冠聯雙冠王戰績的輝煌時刻已經過去了 不過值得安慰的是,他們仍取得了西冠杯和西班牙杯冠軍 而且對內一眾年輕球員天賦無限,可以說王嘉馬得利已經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裡 賓森馬去沙地聯賽掘金後,雲尼斯奧斯要徹底擔起王嘉馬得利進攻大棋 必須成為對內主要得分手 而且這位巴西球星的生涯曲線來說 處於生涯上星期的距離,肯定能夠升任這個角色了 摩特利仍然留隊的情況下,王嘉馬得利中場發揮,一如既往那麼穩定 申援比林涵也將會來到證明自己的關鍵時刻了 所以為今仗和實力不錯的AC米蘭較量,王嘉馬得利應該至少能立於不敗之地 另一邊,雖然優賽期,AC米蘭經歷動盪,精神領袖伊巴謙莫域宣布退役,管理層也有一定變化 不過球隊仍然在上將,熱身賽當中7比0橫掃龍尾身離 展現出相當精神的比賽面貌 在歌場比賽當中,申援羅美路、羅倫蘇、哥林寶都有見功 而且哥林寶和普比加一樣都上葉梅開二道 葡萄牙前覆利亞奧之前與AC米蘭順利續約,有了這位上季頭號射手的加持 AC米蘭有望延續上季不錯的進攻火力 AC米蘭最近一次與王嘉馬得利的友誼賽當中,是胡家白卷 加上兩隊現在戰鬥力亦沒有拉開多少距離 所以說今仗真是好大機會會打和收場 下載M直播APP,隨時隨地有歌看